好,接著我們就要開始教水氣的凝結 這裡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水氣到天上它會凝結 變雲上升,氣流會容易下雨 後面再跟你說 來,水氣變成液態叫做什麼? 理化合的叫做什麼?凝結 直邊變固體叫做什麼? 凝滑很好 我後面寫升滑是因為台灣有些怪人 會把固態變氣態跟氣態變固態都叫做升滑 這樣其實不好 這樣不好 OK,我們還是要凝滑比較好 OK,基本上水氣要凝結 要它接近飽和 要能夠要裝滿它才會凝結 可是科學家做實驗 把一個乾乾淨淨的空氣 往來一直噴水氣、升水氣、噴水氣 噴到超過平常的飽和了兩倍了、三倍了 它還是不凝結 為什麼會這樣?就幫他掃一個玩意兒 掃什麼?就掃三個字 凝結核 它需要一個凝結核 這個凝結核是任何的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 讓那個水蒸氣可以黏在上面、附著在上面 它才會凝結 也就是說水氣要凝結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叫做它要接近飽和 第二個它要有凝結核 當然我會再寫一遍 那剛剛說了誰可以當作凝結核? 任何的小液態或者是小固態 灰塵、鹽巴都可以 灰塵、鹽巴都可以 所以叫做要有接近飽和 要有凝結核 它就會凝結 然後形成雲 然後呢 水氣凝結的結果 所以水氣凝結的結果有所謂的雲跟霧 上面就跟你講的 剛才跟你講的水氣凝結的條件 一要接近飽和 二要有凝結核 然後呢就有雲跟霧 雲跟霧都是漂浮在空氣中 沒有附著在東西的表面上 漂浮在空氣中 跟阿飄一樣 飄來飄去的 雲跟霧有什麼不同? 國中生沒有不同 國中生只有一個不同 天上的叫做雲 地上的叫做霧 你家住陽明山上 早上起來推開窗戶 說今天的霧好濃啊 三家人說 哇 今天雲好低啊 今天雲好低啊 所以國中生雲跟霧沒有差別 只差在位置 天上的叫做雲 地上的叫做霧 看天上的叫做霧 這是漂浮在空氣中的 另外有附著在東西表面的 露跟霜 霧 如果是沾在花瓣上 樹葉上 汽車的擋風玻璃上 那種附著在東西表面上的 如果是液態的就叫做霧 如果霧態的就叫做霧 霧態的叫霧 霧跟霜 一個是液態 一個是霧態 臺灣因為天氣的關係 因為平常應該不太容易看到霜 比較有可能是你們家冰箱的冷凍庫 會看到霜 不過現在的冰箱大部分都有自動除霜裝置 所以如果你家冰箱大人家的霜的話 其實表示它有點問題 像我家的冰箱一樣 打開裡面結在厚厚的一層 會表示那個冰箱其實有點問題 它沒有辦法自動除霜 OK OK 所以漂浮在空氣中的是雲跟霧 剛才講過雲是什麼 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塊 所以雲跟霧都可以是液態也可以是霧態 而這個霧跟霜 液態來叫做霧 霧態來叫做霧 霧跟霧是附著在東西的表面上 所以雲霧霧霜凝結凝固的結果 那麼雲有分作 這個以前地科有交同軍有交 現在地科沒有交同軍好像也沒有交了 雲根據它的位置高度有分 低雲中雲高雲跟直載雲 直載雲就是說底部在低雲 最上面在高雲那樣往上冒高雲 好 直載雲 然後這個形狀分有四 叫做食屬 有十種 我們只簡單的三種 雞狀 卷狀跟層狀 雞狀跟層狀 OK 雞狀 一坨一坨的 像花椰菜那樣一坨一坨的 叫做雞狀 雞狀 那麼它會跟旺盛的對流有關 旺盛的對流會下雷陣 剛好再講一次 會下雷陣 雞雲 雞狀 捲狀就像羽毛 一絲一絲的 羽毛的羽毛一絲一絲的 這道雲通常比較高 比較高的雲通常比較不會下雲 比較雲浩的比較不會下雲 捲狀雲 沉狀雲 萌萌的 一片萌萌的雲 這種萌萌的雲通常會下的是綿綿細 通常會下的是綿綿細 所以沉狀雲 沉狀雲 OK 重點是那個雞狀雲 雞狀雲會下什麼 雷陣雲 再說一次 旺盛的對流會形成雞狀雲 雞狀雲容易會下雷陣雲 雷陣雲 就是應該想說 應該想說有下陣雲 陣雲如果有加打雷特所謂的雷陣雲 那時候雷特在下陣雲 然後呢 陣雲可能會夾在冰雹一起掉下來 夾在冰雹一起掉下來 然後呢 這因為有打雷嘛 有閃電 所以後面跟你講說避免走在空曠地面 不要躲在拉罩 避免遭受雷陣 這應該是李化老師有教的 李化老師在教雷電的時候 應該有教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叫你不要成為一片平坦當中 最突出的那一個 那個有尖端放電的現象 特別容易被雷劈 所以長得高沒有什麼好處 容易被雷打到 容易被雷打到 所以 李化老師這應該是李化 後面應該是李化老師教的 立科老師就只要告訴你說 旺誌的對流會形成激狀雲 激狀雲會下雷陣雨 同時也可能會夾在冰雹一起掉下來 那就可以了 就告訴你說 我們凝結所成的雲 大概有哪一些的狀況 好 這就是有關於雲的部分